独家依三年前未婚生女靠她资助丁国林还百万恩情。 51岁辣妈美魔女丁国林接下好友秦阳监制的新片两岸一家亲,她接受苹果专访透露,之所以一口答应,除了十多年的交情,更重要的是13年前,她未婚生女时孤单无依,是秦阳私下借她一百万元让她安顿好自己跟女儿,也不催她还钱。 她满心感念说,这份恩情,她找我演,我当然一口答应啊。 更吸引她的是金门菜刀女王这角色,她说,以前我都演坏女人,心急女,其实我的个性真的是大辣辣,但有智慧的男人婆,而且不是我自己说,我对小孩真的很好。 这角色也会描写道,我觉得这大概是我出道19年来,最像我本人个性的角色,秦阳哥特地帮我写的。 她说跟13岁正就读国一的女儿像朋友,什么事都可以聊,因为工作关系,女儿跟她妈妈住,但每周都会见面,放假也会出游,三不五时都会是讯聊天。 片中她是演在金门铸造菜刀的大姐,会有些粗活的场面,看来娇柔的她演得来吗?她讲出一个不为人知的事,大家记得王菲早期有首歌《棋子》的MV吗?那时候我是化妆师,MV里的不似猫是我借她们的。 剧中有场汉铁会喷火花的戏,王菲不敢是,结果我就当替身上场,反正面罩挡住脸看不到,所以我真的是男人婆,不会害怕啊。 今年51岁了,丁柏林始终保持的美艳,看来不像实际年纪。 她说自己从没有整形,纯天然,她说,我早年是在化妆品公司上班,所以我对保养品很有研究,卸妆清洁很重要,然后选对适合自己复制的保湿和精华液,其实不用费太多功夫。 不过,她对于身体肌肤就比较讲究,她说洗完澡必定全身仔细查乳液,虽然饮食不忌口,但她每天都会自己打豆浆喝,也常会炖白木耳,木瓜,枸杞成甜品喝。 早期爸爸,哥哥泡船,常带回来便宜的眼罗和血海给她吃,都对女生保养很好。